经济部说,2022年台湾人均GDP达32,811美元超越南韩 经济部28日表示,因半导体产业优势,加上台商回流益柱动能 台湾近10年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达到3.2%,优于南韩的2.6%,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毛额GDP差距急速缩减,加上韩元贬值幅度较大 2022年台湾人均GDP为32,811美元,超越南韩的32,237美元 气象局估梅雨季封面最快5月6日到中南部节可可能要等6月初 中央气象局28日举行112年梅雨展望记者会,预测今年5与6月的梅雨为偏少至正常机率较大,中南部节可可能要等到6月初 劳动节三天廉价因封面通过,加上后续东北季风增强,29日晚上到30日白天中部以北极东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降雨,民众出门最好携带与具备用 好市多综合霉验出A肝病毒食用后有发烧黄胆等症状印就医 食药署28日公布,好市多公司进口的Kirkland Signature Kirkland冷冻三种综合霉精与高雄市卫生局抽验减出A型肝炎病毒阳性,已瘦出约1.7万公斤 食药署呼吁曾使用这项冷冻水果产品的民众自我监测60天,若有发烧与黄胆等症状印素就医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将依违规事实造成影响规模程度及情节,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于2亿元以下罚款 好市多以全面下架商品,向会员道歉,并通知会员携带商品和会员卡到卖场办理退货 社教所新北档铺枪击案主嫌洛网警带28人其中7人未成年 针对新北市4月稍早发生的档铺枪击案,警方专案小组锁定教唆者为竹联邦红人会重要干部绰号金鱼的灵姓男子 并在28日晚间从马来西亚押解返台,预定29日询问后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复讯 警方调查,10日与19日与20日三起枪击案有关联,且都由未成年开枪,本案共带28人,其中7人未成年 乌克兰民防现场,小班训练主打击战力都市战道反装甲火箭全包 俄罗斯28日清晨对乌克兰发动近2个月来最大规模空袭,锁定首都基辅和一些中南部城市,官方死亡人数已达26人 厄乌战争迄今于14个月,乌克兰国土防卫军除了挺住社会运作,更以系统性训练帮助平民取得急救于武器射击能力,以及向弄战与反装甲火箭训练等能立刻投入战事的技能 无战斗经验的民众全副武装受训,在战争局势下自保也保护所爱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下探负3.02%,金融海啸来最差表现 全球需求疲弱拖累台湾出口,行政院主纪总处28日公布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概股为负3.02%,创2008-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差表现 不过主纪总处官员表示,当前情势不像金融海啸时那么严峻,经济呈现外冷内温 经济部促半导体原料奶在台生产牵线中纲连华与德商林德三方合作 媒体报道,经济部为确保半导体关键原料奶气不至断供,牵线中纲与连华与德国企业林德合作,希望促成在台生产金奶 经济部初步证实确实有三项方合作案,但目前仍在讨论,无法透露细节 有半导体产专家表示,由于替代来源多,金奶是否有必要在台湾生产人有待讨论 总统接见法国参院副议长访团赞台法交流创新记录 总统蔡英文28日接见法国参议院副议长继友台小组主席李察时表示,法国国会两院的友台小组主席在两个星期之内先后访台,创下了台法交流的新记录 李察则表示,法国国会议员高度关注台湾的安全,也会鼓励法国行政部门多加关注台海的安全 前不久有一艘法国军舰经过台海,就是最佳的证明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线骨牌效应贵州云南相继公开喊穷 据中国媒体财联网报道,即贵州省政府通报财政吃紧公开向中央求援后,云南多个县市也相继发生罕穷,若干地区的债务率甚至高达991.01%,显见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浮现骨牌效应 中国加大对外企施压五天撤离外资于970亿元 在中国营运的外资企业近来平被搜查,以至外资撤中 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过去五个交易日,从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撤离的外资于31亿7千万美元,约新台币975亿元 这是去年11月以来历史最长的资金撤出 报道引述熟悉中国政府想法的人士说,中国领导层越来越坚信,外资虽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很重要,但不能完全信任 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外企咄咄逼人,可能不利于中国政府定定的经济成长达标,并喝跑外资和外企 开箱老照片人人风滚球台湾首家保龄球球馆开幕 位在台北市南京西路14号,京成品中山南西殿,与圆环附近的荣兴保龄球馆,当年号称最新颖的运动与社交场所,为台湾第一家保龄球馆,曾风靡一时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